在北京几个官方的幼儿园 就跟我家是一强之隔的幼儿园 那个幼儿园的老师找到我私下里边 在办公室跟我见面 然后我请他吃午饭 我就问他 我说你们这个园里边出过那么多 所谓政治局委员呢 然后这些孩子啊 也有没有有钱的人呢 他说有啊 但是他说很难受 毛毛明星找了我们 也找了这个我们的头 把他孙子送到我们的幼儿园 他毛毛毛有钱人 把自己的孙女送到我们的学校 结果有一次 就是幼儿园的孩子 一帮人把这俩人的孩子给打的 就是小孩 把他给凑打一顿 被打的就是一个有权的 一个有钱的 他说他对他很触动 这些小孩一口同声 你不属于这儿的 你是资本主义 你家人有名 我就不爱看你家 你谁谁谁拍的什么电视剧 电影 因为你们家就是我们家的玩物 这国家是我们的 最后是这个名人和有钱人的孩子 都离开了幼儿园 这儿幼儿园的老大 跟我说 他说郭先生 我跟你说是实在的 他对我处动是挺大的 严格讲我家也不是有权有势的 我的孩子也不用在这儿上学 因为这只属于共产党的嫡系 我这时候后脑勺都发凉 我当时在盘古 我刚刚拿回来 我记得很清楚 2006年8月份的时候 是在一个公寓的临时的餐厅 我喝了很多酒 因为我最有感触 我从小 从赵家沟到洪基隆小学读书 到洪基岭镇 到矿城上学 到我山东老家 西草营小学 到古城山中 我上了十几个学校 个个是被开除的 在我上的每个学校里边 当官的孩子是老大 校长的孩子是老大 没有老百姓的孩子 没什么老大的 除了我这号人 就敢给他打 结果是老师经常帮着 当官的孩子打我 我跟你们讲过 在洪庙中学的校长 跟仨儿子一起打我一个人 拿着砖头打我 你告诉我 这些人的孩子 他会真正的 用你说善良的眼睛 对待我们这些穷人的孩子吗 魔鬼的孩子 是魔鬼的孩子 我们让魔鬼的孩子 不当魔鬼的孩子 当人就是要唤醒他 否则他们都会成为魔鬼 甚至成为魔头 西城区的一个副区长 孩子上来那个 关上路叫什么小学 把孩子给打惨了 多年级的孩子 打一个小年级的孩子 为什么 这些人全都是军队的 所谓政治局的孩子 当时这个西城区的副区长 说的说泪如雨下 我给他说 你孩子被打了 你孩子打过别人吗 他说我孩子也打过别人 我说那就是报应 在中国学校里 孩子的世界里边 那种变态 不公正 如果不改变 中国是没有救的 学校暴力 首先来自于社会暴力 社会暴力来自于社会阶级 社会阶级来自于什么 社会的权力 人权 法律的不公平 所有这一切的造成就是中国共产党 而今天我们爆出的 所有他们的家人和孩子 还有这些名人 都是以共产党 同一个毛坑里边长出来 而要继续统治毛坑的这帮人 我们有什么错吗 难道我们继续忍受 我们的子女 子孙们当他们的奴隶吗 看出那一个个的校园暴力 哪个校园暴力的背后 不是校长 不是利益 不是权力的勾结